如果说汽车翻车出事故我们心疼两秒的话 那坦克翻车出事故我们就要再多给两秒了 虽然觉得坦克真威武霸气 但也不是没有翻车的时候 坦克翻车了怎么办 首先必须是自救 战场上自救是最明智也是最快的脱困方法 总不能干等着有晕坦克或者救援车随时跟随着你吧 这时候坦克后面绑着的木头就起到了重要作用 就是这块叫自救木的原木 在坦克陷进泥沼里爬不出来的时候起关键作用的 汽车先坑了 往车轮下电快板砖再发动汽车就能自己拱上来 坦克也是一样的道理 先进沼泽里了用自救木垫上再挂低档慢慢开出来就行了 一次不行就再来一次反复几次总能把坦克开出来 这种自救木对俄罗斯和中国来说比较适用 因为俄罗斯森林和沼泽比较多 中国南方与寄山间道路也和沼泽地差不多 这环境就决定了救原木有用着的地方 但美式的坦克一般用不着这个 他们的发动机动力更强 一般的沼泽前后拱几下就爬出来了 如果自救不行那就只能等友军来救了 遇到坦克真正翻车的情况 几个木头也不管用 发动机马力再足也很难让一个像翻过来的铁乌龟重新翻个身 这个时候救坦克之前就得先救人 别看坦克翻肚了 但坦克兵能从底部的逃生门跑出来 人出来之后就等着救援吧 救援并不是一辆救援车就能做到的 毕竟坦克这个大家伙还是很金贵的 让他翻身的时候再碰坏了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一般都会用两辆到多辆坦克配合 用两根钢码一根山在坦克上 一根绑在地上 揽绳有索有踪 一前一后让坦克慢慢的翻过身 两根绳索同时发力才能让坦克慢慢立起来 算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了